吃饭时哪些表现可以看出女人层次很低 一个层次的高低不是看她的穿着有多华丽 也不是看她的物质条件有多好 真正的层次是一种内在的修养 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气质 一个女人的气质往往体现在生活的细节里 而气质好的女人往往层次都很高 所以要想判断女人层次的高低 留意生活中的细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话题 吃一顿饭就可以看出女人层次的高低 我和几个朋友聊了聊 也觉得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吃饭虽然是一件小事 但整个吃饭的过程有太多太多的细节 而这些细节恰恰就能体现一个人层次高低 体现一个人的内在修养 所以非要指出个一二三 说说吃饭时哪些表现可以看出女人层次很低 那么我想答案应该是以下几点 吃饭时鸭鸡嘴大声说话 吃饭即使做到不优养 也不能吃相难看 特别是对于女人而言 这一点尤其重要 吃饭的时候由于咀嚼很容易发出声音 而这种声音很容易让人觉得反感 显得特别粗鲁 更有甚者有些女人在吃饭的时候 还不停地说话笑闹 最后导致满桌的菜都是她的唾沫心子 这种不至于自己言行的表现 实在让人看不过去 所以吃饭时鸭鸡嘴大声说话 这样的表现就能看出女人的层次很低 因为她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也不注意自己的行为 一点点的外在表现 就反映了她自身的内在修养 吃饭时只顾自己的喜好 吃饭时出现这样的表现 说白了就是自私惯了 心中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一群人出去吃饭 就要照顾大家的感受 吃饭最好只夹自己面前的几盘菜 这样也不会影响到他人 可偏偏有些女人 仿佛所有的菜都为她一个人做的 将自己爱吃的菜 全部换到自己的面上 并且挑挑拣拣 将饭桌上的菜全部翻了个遍 女人如果有这样的表现 真的会完完全全反映出其自私自利的一面 而层次低的女人 大多都是自己自私自利的 因为她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尴当的 吃饭时总是在抱怨 有些女人太过于娇气 情商也不够高 总是在饭桌上将自己不好的情绪 切而易举地表露出来 或是嫌弃菜不好吃 或是嫌弃吃饭地点不够有格调 或是对一起吃饭的人有诸多不满 总之一顿饭吃下来 大家只能看到她的脸色 影响了所有人的心情 其实这样的表现 就可以看出女人层次很低 因为只有层次低的女人 才会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层次高的女人 往往很随和 正因为她的生活和思想 都达到一定层次 所以比一般人的包容心更强 更能顾及身边人的感受 所以连吃饭都要不停抱怨的女人 层次真的很低 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真的不需要你去做什么大事情 表现出来别人才能了解 往往是一些小事 就已经将你的层次看了一清二楚 吃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一个女人在外人面前打扮得再光鲜亮丽 表现得再优雅 高傲 如果吃饭的时候 有这些表现 就足以说明她层次很低 所以吃饭时 哪些表现可以看出女人层次很低 对于这个问题 应该好好看看以上几点 想想自己有没有